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代表莲伟晶在女子建历47公斤组别夺金 大会播错英文版的反修例歌曲 播了10秒左右 莲伟晶举起T字手势示意 首歌无再播 台下有人说播错歌 联维晶继续站在颁奖台上 工作人员播了少少确认首歌对 再由头播放国歌二勇军进行曲 由播错歌到播对歌 相隔超过一分钟 播完整首歌后 紧接再由头播过 播到一半就停了 这次是港协企奥委会早前发出国歌和声挂区旗指引后 首次有赛事播错国歌 特区政府反对和强烈不满 要求港协企奥委会尽快交报告和严肃跟进 又说莲伟晶和领队遵从指引 肯定他们当场维护国家尊严的表现 港协企奥委会就形容香港代表队作出适时并恰当的回应 香港建立总会就说 星期一拿了含有正确国歌和区旗的工具包带去比赛用 星期四赛事第一日再主动向大会提供正确版本的国歌、歌名和区旗规格 还会提出严正交涉 要求大会调查出错的原因 并且将直播片段由YouTube下架 有先电视机者,谭晓童部到